我去年這個我一定訂了100支 在白寶 Gwinsome那裏 因為我們去年還有團拜 同學有些人會害怕我 不要緊了 你自己回去做測試 我每人送了兩套給他們 然後現在他們的操作沒什麼行用 不過是好東西 好東西了 不用了 我們拿大馬的床是每個口收給一個 人都不同的 但是之後就有8個人 是的 之後你發現原來真的必須品 你們未必死得上達生物科的有限公司 但是他們的檢測劑一定有見過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Safe Indicator的一個檢測鏡 在坊間其實有很多種人不同的檢測劑 但是本土研發、生產、研究、製造 就是這一家 完全是港產的 我知道 趙教授你本來就是在美國 都是做一些檢測的工作 但是最初一定不是檢新官 因為當時沒有嘛 是的 他當初就是檢測一些是毒品的檢測 對 什麼原因令到你會走來研究一下 一些快速檢測 一些新官病毒去檢測的呢 是的 我大概是22年之前就去美國讀書 然後大學畢業之後 第一份工作就是做這個快速測試 那時候做快速測試呢 他最主要就是拿來去做毒品的一個快速檢測 那麼五分鐘小便六個杯就知道 就是個人有沒有吃到大碼 得到百分 快速測試本來就是一個很成熟的技術 但是其實他的應用 就是講這二、三十年來呢 都只是放了在驗人 百分之一 還有二五六品 我們看到那些這麼響 沒錯 又驚又起了 沒有驚又起了 好 再說回這個新官病毒的檢測 就是這一、二、二年才有 那由沒有到有 為什麼你會那麼有信心去研究這件事呢 可能新官好像SARS那樣 讀完博士之後 研發出來的這個核心技術 去令到不同種類的這些檢測 能夠做得更加盡 更加好 更加快 那所以其實 不是很多法觸測試 那個應用是透析的 就是其實你喝快有些什麼 你是好吃很快知道結果 例如你驗癌症 你不需要五分鐘之結果 你不需要搞一分鐘之結果 你寧願去一個醫院裡 問完醫生 你還要問第二個醫生再問 但是其實傳染病 是一種你有一個徵狀的時候 你很想知道自己是沒有種植 其實現在大家都完全很明白 那個應用場景 再講不及 是要排隊也要等 還有中途經過很多地方 哇 見很多人 如果好像今次這個Omicron 是空氣傳染的 都不需要咖啡沒的 那就是更危險 如果你叫他們排長龍長去驗 其實如果能到自行檢測 現在剛剛就是內地都通過了 說人民都可以自己買檢測劑 其實是令到那個醫療系統 或者甚至檢測那個人力的資源 是不是都起碼折斷了 還有大家都快速知道自己 知道講到沒聽到那一聲 就躲在家裡 沒錯 其實一直以來這些測試都是存在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對它不感興趣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準確度 三個核酸測試 三個化驗所做的化驗 但是其實我們是把我們的核心技術 又加到這些快速測試 令到它的靈魂度 令到它的準確度 是可以去到一個水平 是可以作為一個輔助的工具 在這個快速測試的領域裡面 其實我們都一樣 香港有不少的化驗所 或者有很多已經在做這類快速測試的公司 其實你不擔心我競爭那麼大的嗎 其實競爭在香港來說是存在的 剛才你說到的化驗所 就是一個服務性質的一個行業 就是好像你有茶餐廳 是有個廚房煮的給人吃 而其實我是食材的供應商 再上游 再上游 但是為什麼其他的檢測中心 不會自己研發明這些的警察 我有十幾年的經驗 我就說可以很快去做這個研發 因為他們都要借助外部的 一點點不理 或者外部的一些警察的基礎 去幫客戶做檢測 其實他的化驗所只是 就是一間茶餐廳 你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但是其實他有些東西 很多東西是額叛回來的 有個中央廚房 還有當中都有一個盲點 其實他們一直都在依賴著 化驗所的傳統的 就是一些精密的熱器 一些專業的人員去做這些東西 其實快速測試整個概念 是剛剛相反的 就是快速 剛剛相反 你就是我又不需要用熱器 我又不需要專業操作 那它本身是兩個極端的一件事 那如果在內地 是不是多很多同類的公司 我們看到現在我們用的那些檢測劑 很多都是大陸製造的 他們在這一方面是相對成熟很多的 他們非常成熟 其實內地是全世界 所有快速測試 一個最大的生產商 剛剛都講過 就是因為之前的驗名牌 驗毒的快速測試 都有幾十年以上的一些經驗 所以內地在這方面是非常之充足的 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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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到生產 那但是 其實我們為什麼能夠 例如成為全美國第一個 大中華地區第一個 拿到FDA 認可的快速測試 其實最主要的分別就是 我們是真的基於科學 基於那個數據 我們有差不多全世界最大型的 一個臨床數據 有幾萬人的數據來證明 我們的快速測試 和核酸測試 的進度度是非常接近 即是有big data 有big data的支持 會不會覺得 因為內地 很多人很喜歡 因為他們還男輕女 中國人 他們是喜歡驗那個基因 所以他們這一方面 是很成熟的 其實這個會不會是原因之一呢 內地的確就是 他們的生產能力是超強 但是科研的能力就差一點點 所以其實我們見到 我們就是針對著 我們自己的特點 再加上內地的那個生產能力 令到我們在這個疫情 可以在世界舞台上 接近職位 是優勢的 的確來說 其實我們是用一個 非常之快速的研發 令到我們這個產品能夠免費 但是其實當時 你說的年半之前 世界各地其實其他廠商 他們那個試劑的性能 是跟我們三國的差距很大 但是其實過了一年多的追趕之後 因為我們那些沒有辦法去再改良 其實你經過了那個政庫的審批 你的formula 你那些東西是不可以再用的 已經一步到位了 一步到位 所以其實現在慢慢 越來越多這些試劑出來 其實也是令到為什麼 那個社會普遍 因為沒有可能 所有一轉世界 是用到一個產品的 很可笑的 對 很可笑的 那我教授 我們現在朝朝花工之前 都要做多一個步驟 不單止是洗臉刷顏和化妝 還要做一個快速的測試 不過呢 雖然我們的運作都很常熟 但我都有很多迷思 其實為什麼一定要用 尿鼻的方式 我打好多一次 其實都有些口紅色 但就不堪紋 但為什麼這樣做呢 對 厭念就做 第一檔就行 好 為什麼不堪紋 對 因為新冠 第一就是入侵膜地上 呼吸道的一個疾病 所以 所以 菌是聚在上面 這些病毒會在這個位置 所以 尿是不是沒有呢 有可能有 但是數目就不夠了 所以就不一定會用到 那口紅色口水 口水其實都是一個 本來是理想的 但是要是一個病毒量高的成果 因為病毒量高 基本上這些位置裡面 全部都很多病毒 整個呼吸道都是 是的 但是本來 口水不是那個病毒去均藏的 它在我們喉嚨 可能是鼻腔會是最高的 嗯 所以其實口水也都會因為 我們之前有沒有 喝過東西 吃過東西 或者有沒有察覺 其實這些都會對 口腔的環境有影響 從而令到口水 未必一定是一個最理想的材料 或者最擔心就是 有些朋友 現在習慣了 早上 擦牙之前 就會拿些鹽水來拿牙口 我想就會影響了 每個測試的準確度 嗯 沒錯 很多人都會用這個快速測試 但是有沒有一些提示 可能可以給到大家 或者用的時候 都有一些比較容易 焦點教授已經是春生時光 我想我的鼻孔 都應該是香港最出名的 哈哈哈哈 我的鼻孔還沒了 你還沒長得漂亮 每次看得很尷尬 但是其實我想最重要 就是採樣 要仔細 對呀 我想有些人比較容易忽略 就是以為放下去 我說轉五個孔 轉五次 但其實要轉得慢 因為你真的要 其實那個色字 它裏面看到很多毛 這樣切出來 其實目的就是要 勾住那些病毒 所以一定要慢慢去採 如果這樣很快 其實那個毛 會差一點 早上說了 但有時又試過 測的時候 兩條線都不出 兩條線一齊出來是鏡子 兩條線都不出 是有什麼原因 還有 很臭的 那個檢察機 百多元的 無效 無效 我要多拿出來 你還會等同 四個保單流的早餐 我們多四個 其實兩條線不出 就一定是一個無效的結果 是因為無料五次 應該沒關係 其實有很多原因 但是最主要就是 例如你滴得太少 那個容液或者你滴得太多 但為什麼那個瓶 是每一個牌子 都只有那麼多 可不可以大瓶一點 其實這個是很大關鍵 因為其實你撩完之後 你放進去那個容液 那個容液 那個體積越小 就當於它的濃度越高 因為你只可以滴兩滴 或者三滴下去 你當然想滴下去 那個病毒量越高 如果給你整個瓶 你整個瓶 你再滴兩滴 但如果這個瓶都吃光 難怪的 所以 其實就不是多多少的問題 最重要是救援 都不是孤寒的問題 這個反而是中學 我以為是黑成本 不是 這個檢測中心 我一開始的想法 就是見到 這裡最主要是做核酸測試 在一個有採用的地方 但是其實我見到 政府的這個社區檢測中心 其實在中環是沒有的 還有本身的想法就是 當那個疫情的受控 要通關 其實中環很多的 做生意的人 或者是旅客 都可能需要過關 都有這個核酸測試的需要 其實中環這個點 其實就是希望能夠補充到 政府的那個 檢測中心 在中環存在 因為這裡 裡面就是機械香港斬 你驗完之後 過條天橋 就去飛了 但是現在 封關無期 怎麼辦 封關無期 但是問題就是 大家都看到 整個檢測中心就排隊 還有就是可能 人有很多 其實都有一定的感染風險 其實中環這裡 其實我們就希望 是一個合理的價錢 但是一個舒適的地方 也都是 因為全部都是需要 上網去預約 那就是不會讓人感覺到 好像 寫虛檢測中心 那麽辛苦 或者那麽不方便 而且不會被人拍著 被人拍著 在那裡撩 好像很不雅一樣 謝謝招教師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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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